大家好,我是Lomin 我們今天來到結局新開的Parko商場 其實這是一個舊商場 裝修之後開的 其中最特別就是六樓有一個大型的動漫展區 我們這次為大家介紹一下有什麼 第一個就來到剛才身後的Pokemon Center 大家在門後就會看到有超夢夢的Figure 這個Figure其實是取自於經典劇場版的畫面 超夢夢的配直桿那邊就怎樣走 我們現在就要進去Pokemon Center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時尚感比較高 平常Pokemon Center大多數都是暖色的環境 我們進來就可以看到 整道都黑白格調很有型 我們來到這裡 看一看這個是最大的Pokemon Center 在我印象之中 讓大家看看有什麼 這裡其實主要賣的東西都是一些公仔為主的東西 剛剛新出的劍盾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一進到門口 就可以看到一些比較新的產品 主要都是以劍盾的精品為主 我們再到處走一走 就可以看到一些大家熟悉一些 可能你玩開舊世老的Pokemon Center 這裡我們可以看到有齊 這麼多代宇三家 就是我們的主角手的公仔 以及他們的進化形態 說真的 你有玩過Pokemon 總有一隻成為你的拍檔 有沒有什麼再特別 因為我商場這麼大 看了以後就不多介紹 有沒有一些比較特別的東西 我們就跳一跳一下 其一我覺得比較特別的東西 就是這個八變怪公仔 大家都知道八變怪可以變成不同的小精靈 但問題是他們會走樣的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變造的東西 挺有趣的 大家手機已經是不可話缺的東西 其中一個特點就是 Pokemon Center 其實還有很多手機類的產品 大家可以看到有些很漂亮 看上去花得不像Pokemon手機殼 但是是Pokemon手機殼的東西 就是說你想裝飾你的電話 又不想買那些淘寶款 這裡就一定有很多漂亮的款式給你選 我們這裡也有的 大家可以看到超夢夢 皮卡超 伊貝噴火龍 噴火龍 一應俱全 對 就是款式是多的 保證你不會撞款 又覺得挺漂亮的 但是呢 價錢比較貴一點 都三千多元 而上的東西呢 穿在身都可以 來到這裡 我們可以看到一些比較帥的 Pokemon天術 就是跟平時那些 只有獸在上面 就是只有怪獸在上面 那些不同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 那些都挺漂亮的 就是它的款式 都比較像噴畫 就是穿下去 你都會覺得 哇 不只是噴火龍 好像小朋友 很小朋友 那 我們的款式都比較多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應該是連胸座 這個是超夢夢 這個是 剛剛噴火龍 這樣 看上去都整體是漂亮的 大人小朋友都適合穿 不過就四千元件 比較貴一點 買齊一套 八件那裡都三萬多元 有注意啦 其實這個Pokemon Center 就是一些專為 女性向而設的產品 例如是銀包 耳環 以及手袋等等 大家都知道 通常這些 有的寶石類的東西 通常都比較貴一點 因為操茫茫 只是這個皮卡超的手機 都二萬八千元 這個精靈球的吊色 就一萬元 就是不枉那句 其實它們這些是傷了水晶 所以貴一點都是理所當然的 那為什麼說 為什麼Pokemon Center 會有Mario的東西買呢 其實這個是一個 Pokemon 成Super Mario的東西 大家看到這個Mario 是一些Pokemon的角色 所堆砌而成的Mario 都十分之有心思 在之後介紹的 任天堂區裡面 都會有一些類似的產品